而民眾黨真的是一再的消費時代力量 希望能夠有一些神糧 或者是一再再吃時代力量的豆腐 我覺得萬萬不可取 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裕 直接點名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向黑金靠攏 而這麼說不是沒原因 日前訪美行程結束 柯文哲立刻直奔 加入大甲媽 繞進隊伍 還剛好巧遇言清標 兩人又是握手又是寒暄 甚至還進到會客室拍大合照留念 去年中二立委補選 同樣這麼巧 柯文哲爸媽也剛好遇到 力拚選戰的顏歡恆 並大力稱讚 就連去年底縣市長選舉 不只柯爸柯媽先巧遇 深陷黑道疑雲的中東景 選前柯文哲更是毫不避諱 和中東景同臺市政交流 但王婉裕更加碼質疑 柯文哲現在被民眾黨 正式提名參戰二零二四 但兩岸外交論述 根本沒有中心思想 而對於近日傳出柯文哲 打算延攬時代力量 前立委黃國昌 列入民眾黨不分區立委名單 王婉裕更是毫不客氣 民眾黨沒有辦法把自己 跟黑刀黑金角色和距離 講清楚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都是在消費果倉 也是在消費時代力量 應該是去問的是黃先生 為什麼現在可以來認同 台灣民眾黨 二零二四大選結果也決定 第三勢力小黨究竟會 版圖擴大還是凋零萎 說不難理解為何王婉裕 這一回炮火猛烈 劍指柯文哲 三零熊 王岑偉 周凱 談戀本